手槍日記 哈囉 大家好 那我剛剛已經自我介紹過 那我就叫高瑋琪 那我們現在介紹的是 我們劇團呢 在今年3月 也就是下個禮拜四 我們要開始進行了一個演出 叫做我的手槍日記 那這是我們 我的手槍日記的一個主視覺 那我在上面呢 故意放了一根香蕉 那這個顯而易見的呢 他講的呢 就是關於男生的一個私密情勢 好 那這裡面我們有個slogan 就是打手槍是好男人 變成壞男人的開始 男生呢也很可憐 每天要跟自己的慾望搏鬥 就像正在減肥的女生一樣 因為每個女生每天都在想說 我今天吃東西到底可不可以 這樣 那我們的演出時間 會在3月19號到22號 在1914的文化創意園區的 烏美酒場 那這是我們上面的演出訊息 那我們從禮拜四晚上開始進行首演 然後一直演到禮拜天 這些都是很正常的演出時間 不過有一個地方呢要跟大家特別介紹 就是我們在3月20號禮拜五下午2點半 我們有一個下午茶的優惠場 那為什麼叫做下午茶的優惠場呢 我們會設計這個是因為呢我們有一天呢我去逛街 發現說哇今天明明要上班耶 可是為什麼閒人這麼多啊 大家是不是都不用上班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發現說 其實這個時候我們如果來做一個演出的話 也許會有人想要來看 所以我們就特別做了一個3月20號禮拜五有一個下午茶場 那麼這個演出呢到底 我們這個戲呢到底在講什麼呢 這個戲呢是講說有兩個男生一個叫阿邁一個叫阿寬 他們兩個在高中時代是一個死打 那不知道現場男生有沒有一些經驗 就是你在高中時候你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兩個人呢一起傳DA書 然後開始講一些女孩子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事情 開始討論班上的女生或者是等一下要去哪裡玩 或者是怎麼樣之類的事情 那其實我們這是以這個為發想 那我們原創的編導呢 他以前呢在 他是中央大學畢業的 然後他是一個長得非常帥的男生 他常常跟我們自豪就說他以前在十年前 他是中央大學的校園帥哥 但他告訴我呢說他花了太多的時間在睡覺跟打手槍上面 那他就覺得說不行 他每次打完手槍跟睡覺睡起來之後就開始懊惱 哦我怎麼又打了手槍 我要是不打手槍 我是不是可以多寫兩首歌 我是不是可以更好 我是不是可以去做實驗 他就是每天都在自己跟自己的欲望在搏鬥 所以後來呢他就寫了一個叫做我的手槍日記的戲 但大家不要誤會就我們這個戲呢 並不是從頭到尾就一直打到晚 因為這樣子有什麼好看的對不對 大家在家裡就可以享受到的 不需要到劇場來 那後來呢他們兩個人慢慢地交了女朋友之後呢 欸 交了女朋友還要打手槍欸 然後還被女生抓到 女生就說你已經有我了 你為什麼還打手槍 那男生就說可是 可是打手槍是每個男生都會的啊 這種習慣怎麼可以突然戒掉呢 女生還是不爽啊 你腦子裡想的是別的女生啊 那這樣子是對的嗎 那男生就不行啊 可是如果說我不打手槍的話 我可能會看到女生就想要上 這不是更糟嗎 就開始會有這些辯論這樣子 然後我有些朋友啊 因為我們是劇場界的人 那所以我們有些朋友 想法上非常開放 就說 女生就說 沒關係啊 我要是有男朋友之後 我男朋友背著我打手槍 我都不會生氣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在我們推出這個戲之後 去年七月第一次推出這個戲之後呢 有些觀眾他們請你來看 看完回去之後真的不去 女方真的問男生說 你真的會背著我打手槍嗎 那你想的到底是誰 反而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引發了一些波瀾這樣子 那為什麼的這個戲呢 為什麼他們最後會一直決定 要把老二切掉 一起要當個好人 因為他們覺得說 他們一直都被老二給控制 他們如果說沒有了老二 他們就可以控制自己的想法 對女朋友忠誠這樣子 那這個戲呢 其實我們第一版是2004年 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做 到現在已經做到第四版的家演了 那我們去年七月做了一個家演 那家演我們其實票房非常好 我們把孤嶺街都給他擠爆了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今年三月特別做了一個這樣子的家演 那這個是林志如導演給我們的推薦 他說很好看 那我們裡面有非常多即興的空間 因為我們裡面有一段叫國王遊戲 就是兩個男生跟兩個女生第一次見面 然後第一次見面呢 我們就要玩國王遊戲 然後來加深彼此之間的感情這樣子 所以那一段是演員全部都是沒有說好的 他們只是在舞台上真的跟你玩國王遊戲 然後觀眾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們很想看到某一個演員輸 他們就會很開心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也有一位許又生他也給我們做了推薦 他就說啊 這個戲啊非常好笑 他說可以公開搞笑到這種程度 他覺得非常的棒 希望大家可以來看 那因為我時間有點不太夠 我趕快講快一點 然後接著這是北一大的余扇路老師 他也給我們推薦 他說呢 這個戲呢 我們有很多笑話是戲而不虐的 那舞台空間也除了非常有青春氣息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這樣子 那這是網友的推薦 網友是說呢 這個戲呢 因為小劇場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跟觀眾非常的近 就是說有的時候 我們覺得小劇場最爽的地方 就是觀眾在上面一甩頭 你都可以被觀眾的汗給甩到 那就是很近 又沒有那種像我在國家劇院看的時候 那麼大的一個距離感這樣子 那其實這是我的手槍日記 面臨到一個問題 其實我當時在想說要不要講這件事 但是後來還是稍微講一下好了 那我們是透過募資平台 然後我們來這個地方報告 其實我們在這次在做這個戲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台灣 台北不是沒有劇場 台北有非常多大的劇場 大家想到國家劇院啊 或城市舞台 但是其實台灣呢 非常缺乏所謂中小型的劇場 那中小型劇場是什麼呢 就是像是國家劇院裡面有一個實驗劇場 或者像孤領街小劇場 這種黑盒子的一個劇場 那像我們俱樂部劇團 它必須要從一個小的劇團 慢慢變大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基本上找不到一個 合適的一個演出場地 那所以我們這次選擇這個地方呢 是在烏美酒場 那烏美酒場大家有去過華山嘛 那它其實那個地方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空的展場 那它是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建物 OK 它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建物 所以說我們在裡面演出的時候呢 我們除了租金之外呢 我們必須要額外的搭建 所謂的舞台 觀眾席 這些設備 那這些設備 我們以前去一般劇場演 其實裡面都有了 可是這次在華山 它並沒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說 還是希望呢 大家能夠多支持台灣的一個表演藝術 尤其這是一個好笑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目前嘉言場次 不知道最近是不是因為受到那個TIFA 就是台灣國際藝術節的關係 有非常多國外很有名的團體 像Pinat Bosch 它雖然過世 但它舞團照樣來台灣做演出 那他們票房都非常的好 那 反觀是最近台灣的表演藝術團隊的票房 都不太好 那其實我要在這地方也要跟大家 講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 其實劇場的表演類型是非常多元的 那有的人呢 可能第一次看劇場的時候 他看到的是一個可能莎士比亞的戲 或者是什麼樣世界名著 非常的長 那他在看這個戲的過程當中 他就昏昏欲睡 他對劇場表演的印象就停留在說 我進了劇場之後呢 我就是要睡覺 要花三四個小時在那個地方 那我痛苦萬分 何必要去呢 所以說我們在這地方要告訴大家 我的首相日記並不是這樣的一個戲 而且他們有非常多的裸露 如果這樣可以吸引到觀眾的話 我們有非常多的裸露 然後呢 這個也是我們一個演出的場景 那這個戲呢 雖然是以 就是感覺上名字非常的淫慧 但是我們這個其實在最終呢 我們其實闡述到說 兩性之間的一個溝通上面的一個重要 那所以我們也歡迎大家呢 可以到華山烏梅酒廠來看我們這樣子的演出 那謝謝大家 那這是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Jasper 好的 那我記得就是 其實像阿鳳經常提到朱平老師 那朱平老師其實也是我的這個精神導師 那他一直在推廣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 Major Major